新一輪特首和問責司局長的民望數字公布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評分維持14.5分 繼續是三個司長之中最低 即使分數無變 但支持他出任律政司司長的比率就比上個月下跌 而反對他做司長的比率就升到7.7 創新高 支持率正值-69個百分點 政務司司長張建中的評分 也都輕微下跌至25.3分 支持率正值-41個百分點 兩者都創上任以來新低 行政長官林鄭若驊的評分就是21.5分 反對他出任特首的比率有八成 支持率正值-66個百分點 13個局長之中 反對率最高的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其次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兩個人的反對率都超過六成 調查是由香港民意研究所在今個月初 以隨機抽樣電話訪問1,011人得出 東網記者龐勝瑜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